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 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樂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商品 要開箱的商品 是背包 後背包 那後背包的話有很多種類型 那有這種 我們登山的時候 工頂用的啦 它可能是10公升以內的啦 或者是說我們是在市區裡面做旅行 爬爬嬌山 這種的話可能是20公升 15公升以內的啊 那 今天要開箱的商品的話 它叫做Travel Pack Travel Pack 就是它是旅行背包 那旅行背包跟一般的背包最大的差別的話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它容量比較大 第二個呢它非常的輕量 那還有它裡面的Organization 它的這個隔層 它的這個結構 是跟設計來 是跟我們一般的背包不一樣的 它隔層會更多 那它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像貝殼型的一個展開的一個樣式 像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叫Travel Pack 那我們在一般的 所熟知的背包品牌裡面的話 都會有一條這種Travel Pack的生產線 的產品線 所以說 這個Travel Pack的話 也是一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一個背包類型 那我今天呢 事不宜遲 我趕快來開箱 那今天呢 要開箱的這個品牌的話 還是在我的頻道裡面 很常出現的一個廠牌 它叫做AER AER AER 那我同時的話 也把它的這個小老弟 也把它放到桌面上來 等一下也會跟各位 一併的做比較 那我趕快事不宜遲 趕快把這個背包打開 我同樣呢 也是跟大家一起 把這個Package打開 其實我昨天收到的 那一直到了今天才有空 然後去拍影片 那這個背包的話 當然也是從海運過來的 所以這個包裝的話 它就會比較這個 比較緊一點 好 那我們打開了以後的話 它有兩層 兩層的這個包裝 外層包裝的話 就先把它拿掉 好 那內部的話 就是一個 就是有一點 帶一點 防撞性質的一個 夾層 的那個包裝袋 好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好 打開之後的話 就會看到主角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商品的話 它叫做 AER AER AER的話 它是Travel Pack Travel Pack 3 它是第三代 Travel Pack 3 然後呢 它是Regular 正常版 正常版本 那我之前的話 有買了一個 它也是Travel Pack 3 也是AER的 但是它是 small的 small的 小的版本 那小的版本 跟大的版本 的話 它容量上 差5公升 那小的的話 它是 我印象中 應該是S8公升 還是 30公升吧 那大的的話 它是 33還是35 忘記了 總之會大一些 那我今天的話 就是 買了大的 那事實上 不瞞各位說啦 其實我這兩個包包 我是同一天 訂購的 但是 這個大的 一直都缺貨著 所以說 它一直延後了兩個月 才交貨 那我趕快把它打開 來跟大家介紹 那 同樣的 他們的這個包裝的話 因為是海運的關係 我請它在 國外的話 就不要不止箱 因為盡量值得很重量 那我把它打開 那我這次買的話 是 X-Pack X-Pack的版本 也就是說 你從外面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斜斜的 這一個 夾22度角的這個菱形線 那這個叫做 X-Pack的材質 那X-Pack材質 在我的頻道裡面的話 已經講過 介紹過很多次了 它是一個在美國 做帆船 帆船的帆 的公司 那這個全部都是 化學的 化鮮 Nylon的材料 那它用 它總共有四層去夾集 夾成了這樣子的一個 面材 那這面材的話裡面 還有加了很強韌的尼龍線 所以說它這個是 相當的堅韌 那而且它 表面的話 又帶點光澤 會帶一點時尚感 在裡面 好 那我整個就把它打開了 好 那 這個是大的版本 那我同時 也把這個 小的 small的版本 也跟大家介紹 我提早 我比較早收到貨 那這兩個的話 確實在 size上面的話 會有點 差別 這個 因為包裝的時候 可能沾到一點灰塵 對 那它大概就差一點點 不會差很多 它size的話 高度 高度 還是不太一樣 高度的話 差一點點 它高度的話 大概是差 我們這樣子 鏡頭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在 可能3公分左右 差一點點 沒有差很多 那它容量總的 是差5公升 那我跟各位 介紹一下 這個Triple Pack 3 是我 房間裡面 在賣 這個Triple Pack裡面 是相對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因為喜歡這種東西 很主觀 那我比較欣賞 這個Air 它的Triple Pack 它的 這個 結構 那這兩個大的跟小的 它就只有體積上不一樣 其他的 它的隔層 它的一些 這個扣距 等等都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就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 好 那我們看它的正面 正面的話 還是依然也是 Air 它的一個 標誌 標誌是什麼呢 他們家的正式標誌 就是 一個很平整的背包表面 然後中間呢 帶了一個 好 拉鍊 好 那它的拉鍊的話 大部分都是 這個 這個 就是防水的 然後它的 拉鍊的話 一直以來都是用 YKK的拉鍊 而且是用大的 那再加上 它上面會有 coating一層 就是 像是小橡膠 橡膠的這個材質 它就比較不會 叮咚鈴 就不會這樣子 JINGLE 不會這樣子發出聲響 好 對 那它正面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夾層 好 那你買XPAC的版本的時候的話 它裡面的內裡就會是橘色的 那這橘色內裡的話 相當有好處 我非常喜歡 你一旦用了XPAC的版本之後的話 其他的Nylon 例如像 Cordura 600D Cordura 1000D 的這個材質 你都會 用不習慣 因為呢 你其他材質裡面就會是灰色的 只有XPAC的版本 它裡面才是橘色的 橘色你為什麼會一次用愛上呢 因為 除了XPAC 它的這個材質 會比Cordura還要來得輕 而且更強韌之外 這個橘色的話 你裡面放任何東西的話 你在 找到它的時候 都變得非常簡易 不管你是要放亮色的物品 還是要放黑色的物品 尤其是 我們如果是玩EDC的一個朋友們的話 大家 東西很常會買黑色 所以說你在這裡面的話 你就會讓你的物品 會變得非常的顯眼 好 那前面的話 就是一個很大的口袋 那這個口袋的話 就是讓你丟一些 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收據 一些發票 或者是說我們要退稅 例如像我們到其他國家去的話 很常做退稅的一些單子 單據我們都可以塞在裡面 然後很快速可以拿取的 例如像手機 很快就可以在這邊拿到 這整個就是一個雜物袋 這外面的這個袋子相當重要 那我們這個 通常呢 我覺得一般的Triple Pack的話 它的構造都很接近 設計的邏輯都很接近 那我先介紹一下 這個Triple Pack的話 它總共有幾層 第一層 這外面的這個口袋 它就是一個半截的口袋 我看一下它中間有沒有上 沒有上 它只有一半 那一半的話有到底 一半到底 那這一個半截 那第二層的話 就是一個 Admin Panel 管理的Panel Panel的話怎麼講 P-A-N-E-L Admin Panel 管理層 那這一個裡面的話 它就是 會有這些口袋 讓你放一些 你的 例如像你的Pouch 它就是Pouch類的一個概念 讓你擦筆 擦行動電源 等等 那很多人的話 會把這個地方 就當作你的洗漱袋 就是說 例如像牙膏 牙刷 刮虎刀 等等的話 漱口水等等 你也可以全部都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掃帶了一個 洗漱袋的一個 一個包包 節省容量 然後這個第二層的話 這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口袋 那這個口袋的話也是薄型的 可以讓你放一些 可能會遺落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文件 尤其是 我們的一些簽證 落地簽 等等 你就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最後這一層的話 是一個很長型的 很長型的話 可以讓你放一些 它長型是完全到底 直接到底 那到底的話 你可以放一些 可能我們出國的時候 有些人會帶Notebook 他如果是商業人士 商務人士 或者是說 你可能帶了Notebook之後 你還會帶iPad 你就可以放在這邊 或者是說 你可能會在飛機上面 看個雜誌等等 你也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這裡是第二層 我們說一下 這是第二層 好 那第三層的話 它就是 緊接在後 這第一層 Admin Panel 對不對 這第一層 第二層的話 緊接在後的話 它就是一個 這個 主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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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主隔層的話 它就是一個 完全可以開放的 完全開啟的 它可以繞到哪裡去 我看一下 它可以繞到這裡來 它整個就會變成 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主隔層 這是第二層 第三層的 對不起 這是已經到第三層了 第三層之後的話 我們要再看看 它有一個 第四層 我們到最後來的話 你看 這個地方是 Admin Channel Panel 第二層主隔層 第三的話 它還有一個 叫做筆電層 這個是第四層 第四層的話 它就是個筆電層 那筆電層的話 這裡當然就可以放筆電 那這個包包的話 它已經可以放到 16吋 16吋的筆電 可以放得下 16吋已經是很大了 你可以把筆電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放一些 比較長型的東西 例如像變壓器等等的 那你這邊的話 上面這邊的話 就讓你放一些電線 或者是說 我們跟滑鼠 等等 跟電腦相關的一個物品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上面 然後呢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是不是介紹了 它總共有正面的隔層 第二個 Admin Panel 這個是Admin Panel 第三個是主要的空間 對不對 第四個是你的筆電區 那這上面的話 除此之外 這上面還有一個地方 是要讓你放一些 例如它這裡面 有做了一些 比較軟的一個內裡 比較讓你放一些 可能會刮傷的物品 例如像手機啊 或者是說 你的太陽眼鏡等等的話 你都可以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所以說 其實這個背包的話 是相當的 設計的相當的理想 然後等一下的話 會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裡面的一些五金 五金鍵 就是它的拉鍊等等 這是它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看一下第三層 第三層是這個主隔層 對不對 這個主隔層的話 它這個可以放到 33公升 33公升或35公升 詳細的數據的話 可能大家上網看一下 那它會比 Small的版本 再多7公升出來 不過我覺得它們兩個的體積 並沒有差很大 沒有差很大 甚至我剛剛一時間 我還分不出來哪一個是大的 不過你仔細看的話 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有差別 但是不會差很多 差一點點而已 這個是Small Small的版本 這兩個容量的話 大概差到7公升 感覺上還是有差一點點 但是不明顯到是 那這兩個的那個 Organization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好 然後呢 這裡面的話 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就是我剛剛有說 可以放太陽眼鏡 放手機的這一個袋子 那它的側邊的話 還有一個 可以讓你放一些 比較重要貴重的物品 因為它在很裡面的 這個可以放什麼 比較貴重的物品 那這邊就完全沒有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這個上面 這上面的話還有一個小口袋 大家有看到嗎 這裡 這裡有一個小口袋 好 那這個小口袋的話 你可以放那個AirTag 好 如果說你是iPhone的話 你可以放AirTag 它追蹤器 或者說你是Samsung的話 你可以放SmartTag 2 那這個東西的話 當然我也有了 那我是用Samsung的 所以說你就可以放在這個小口袋裡面 很小口袋 那它很隱密 所以說你包包萬一遺失了 或者是被人家帶走了 你都可以比較快的去找到它 那這是內部 那它的這一面 它的這個正面的這邊的話 也是一個口袋 那這個口袋的話 同樣也是可以讓你放一些 一些隨身的物品 這是Mesh的 所以說它終於是半透的 那你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你的物品 然後它這個的內層的側邊 這邊同樣的還是有一個 一個口袋 那這個口袋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放一些 例如像襪子啦 小的毛巾等等的 這邊還有一個口袋 很扁平的 那這個拉鍊本 這樣拉起來 好 那這整個的話 就已經介紹完了 介紹完的這個物品了 那它這個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標籤 裡面是有寫到 你也看得到 它叫做AirTriple Pack 3S Pack 它是Black 它是Black 那它的型號是AER29032 在這一個 的材質 對 那 的型號 那如果說是Regular 而不是Regular 是Small Small的話 它這邊的話 它的材質它就不一樣了 它就會寫 它是Air 它是Triple Pack的Small 然後XPack的Black 它的型號是AER29033 剛剛Regular的版本是29032 所以說X1號 這兩個呢 Size的就不一樣了 好 那我簡單的說明一下 這個Air的旅行包包的話 它的特點在哪裡 我為什麼喜歡它 第一個是 它很輕 而且它的材質又很強韌 那XPack 它這個材質的話 不算是 不算是一個很稀奇的材質 這是一個很常見 我幾乎所有的Slim Bag 我們在頻道裡面的Slim Bag 也都是用XPack的材質 那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說 我很喜歡它這個包包 幾個特別 第一個是 它的拉鍊 它的這些拉鍊頭的話 它所有在組合層 除了 除了正面的這一個拉鍊 不能上鎖之外 它所有的 其他的2、3、4層的話 都是可以上鎖的拉鍊頭 都可以上鎖 大家可以看到 都可以上鎖 那你如果說旅行的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把他們這三層的拉鍊 全部串在一起 然後呢 用一個鎖頭 把它穿過去 那你穿過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 三個拉鍊全部都上鎖 就這樣子 那它所有的拉鍊頭 全部都是YKK的 沒有例外 而且它上面有杜橡膠 所以說它這個Jingling的狀況的話 不會很嚴重 因為我們在外面的話 很不喜歡 就是你的包包裡面 隨時都發出聲音 那再來是說 它的這個拉鍊的話 它自己也有帶 簡易的扣 就是說它這個上面都有 這個叫做 Zipper Pore Zipper Pore 你都可以這樣把它穿過去 那你如果說遇到爬手的時候 尤其我們到歐洲 治安不是很好的地方 你就會這樣子 卡住 避免被人家 從你的包包裡面 去拿取東西 那 好 那除此之外的話 Triple Pack 3的話 它的好處是說 它旁邊 我們在組隔層 組隔層的話 它是不是都有這個 調節 調節的這個 因為我們東西 如果說沒有放滿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縮小 都有調節的這個扣環 那這扣環的話 它都是磁性的 都是磁扣的 它是磁扣的 這樣子 都是磁扣 在很多細節都做得很好 例如像它的背包的部分 背側 背側的話 當然中間會有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要讓你扣在你的手拉行李的 當然 我如果背了這個 33-35公升的大包包出門的時候 我就是不打算要帶水深的行李了 然後 就是拖的那個行李箱 然後它的背帶 還有你背上去之後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帶子 讓它更靠緊 更靠緊你的身體 這個是做一個 背上去以後的調節 你可以雙手一拉 它就會整個靠上你的身體 然後它在這邊的話 正面的話 又做了這些 這個 錘子向的綁帶 你就可以跟其他的產品 例如像你的手機 手機的那個砲具 你可以都掛在這上面 它可以做很有效的結合 而且它正面的話 它還有一個 D-ring 那它 在你背帶身上的正面的時候 它還有這個胸帶 這胸帶的話也是持扣的 你就可以讓它整得很靠近你的 這兩個背帶就會完全束住 就不會說好像會 這個背包會掉落 那同樣的 它的這個背帶的話 它可以上下調高低 是這樣子 然後它同樣的 因為我們這種大包包的話 很有可能會變得很重 所以說它也有帶了這個 你可以把它有一個腰帶 它有另外要另外買 我也有買 只是說 我沒有把它放到我們的鏡頭裡面來 所以說 這個腰帶的話也可以把它勾上去 我其實已經買好了 我也是買XPACKER版本 是這樣子 那這個包包的話 它 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是 你看喔 我們這個包包的話 我們從正面這樣看 這是上面 上部 這是 左側 這是 右側 這是下側 下側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上下左右 都各有做了一個體帶 所以說你之後的話 你在東西背得比較多的時候 你要從地上 或是從哪一個地方 任何角度 你要把它提起的時候 它都可以啊 很方便的 讓你能夠把它拿起來 不管從哪一個角度 你都不用去找頭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 它的側邊的時候 它都設計了很多 例如你可以放一些你的護照啦 你的一些隨身啊 像耳機啊 隨時要拿到的東西 例如像小工具 如果說我們有Multi-Tool 如果說我們身上有帶手電筒等等 我們都可以放在這個外面 很快可以拿取的地方 好 那 另外一側 另外一側的話 它做的一個是 飲料 飲料的這一個空間 飲料背帶的空間 你可以放這個空間也蠻大的 你放一個600cc 保特瓶 都不是問題 大的保溫杯啊 你要放進去的話 也都不是問題 好 那這上面都還有一個扣子 可以讓你扣你的這個 這個背帶 或是說你放了一支雨傘 這裡可以把你扣著 固定住不會掉落 那所以說這個包包整個來講的話 它 我總結一下 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它的夾層很好 空間容量很大 第二個是 它在一些細節 都跟TRABEL PACK 2 有差別 它已經都提升了很多 這TRABEL PACK 3 它才有這個 背上去之後的一個扣緊的袋子 在肩膀的上側 那TRABEL PACK 2 是沒有的 但是TRABEL PACK 3 它同樣的失去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鞋帶 裝鞋子的袋子 我的頻道裡面有另外一個影片 是介紹TRABEL PACK 2 跟TRABEL PACK 3 的比較 那個影片的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會更清楚 那放鞋子的這個袋子的話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相當好用 為什麼呢 我們出去外面旅行的時候 不只可以放鞋子 我們會有衣服 你會穿髒了 髒了以後 你可以把它放在 放鞋子的這一個隔層裡面 你就不會跟乾淨的衣服做到污染 那像這樣的包包的話 我們都是要跟TRABEL CUB做使用 你用了CUB之後的話 旅行袋子的話 你就可以讓整個行李的收納的部分 會更緊湊 所以說 我們在什麼樣的場合 我們會需要做ONE BACK TRABEL 就是我只帶一個包包 就出去旅行 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大家旅行都做自由行 都做自由行 自由行的時候 我們都會在大眾交通工具之前做轉換 因為我們如果說是旅行團的話 都會搭遊覽車嘛 對不對 那遊覽車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著那個帶輪子的提箱 你就放在遊覽車裡面 當然是很方便 但是如果說你自由行的話 就是要靠你的雙腳跟當地的公車啊 或者是當地的Taxi 計程車在做交通 所以說你在這個過程裡面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例如我們搭地鐵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ONE BACK 你就可以上下這個樓梯 甚至像京都東京的大阪這些地方 例如甚至像紐約啊 或者是說像巴黎啊 這樣子的大城市啊 有一些地鐵它其實沒有手扶梯的 好 大家出國了 去比較一下 就會發現台灣的這個捷運啊 是跟國家 很多國家比較起來 我們台灣捷運是友善的多 都有手扶梯 但是很多大的國家 不見得他們的地下鐵都有手扶梯喔 它有可能都是要走路的 那你這個帶著輪子的這個行李箱的話 你要上下這樣的樓梯相當不方便 好 那第二個的話是說 我們通常自由行的話就會不斷地換住宿 好 假設你去玩七天 要住六個晚上 你六個晚上的住宿都會在不同城市 好 你可能從東京一直到宇治 一直到奈良 然後一直到什麼 天橋立 好等等的 一個地方你們都可能各住一個晚上 然後甚至一路玩到大阪去 所以說你每天 你的行李都沒有辦法寄放在你的飯店 你的行李都必須要跟著身體 不斷地移動 那你拉著那個帶著輪子的一個箱子的話 這一個行李箱 它沒有辦法跟著你旅行的 你就到任何一個地方 你都要放寄物櫃 好 但是放寄物櫃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旅行的時候 很怕寄物櫃上鎖 或者是你鑰匙打不開 或者是說你的密碼有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常常到日本的時候的話 它的寄物櫃都是感應他們的西瓜卡 西瓜卡 那西瓜卡萬一遺失了呢 等等的話都有可能讓你的行李 你在行李箱裡面沒有辦法取得 然後如果說你這個旅行又是最後一天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會這樣錯過你的班機 所以說 然後再來是說 我們到一些大城市去旅行的時候 你拉著那個帶輪子的行李箱的話 常常會找不到寄物櫃 這是常常會發生的事 因為你在旅行 大家都在旅行 然後寄物櫃呢 其實就是要搶的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你會造成你旅行裡面很多的不便 所以說我基本上 如果說我今天我的旅行是七天 或甚至是兩週 十天 我都還是盡量的用one bag travel 你怎麼樣讓你的行李 能夠收納到最整潔 最compact 這是個人旅行的功夫 這是技術 那所以說 那one bag travel的話 可以讓你不用去找置物櫃 它就是十天全部跟著你 你所有的家當全部都帶著 那它就是你的背包 然後這樣子的自由行的話 其實更能夠去體驗到 會有更好的旅遊體驗 是這樣子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Travel Pack 它叫做Air Air的話 它叫Travel Pack 3 那有兩個size 一個是small size 一個是regular size 35公升或33 28或者是30 詳細數字的話 大家上網去查 那它們這兩個的話 大概是差5公升左右的一個容量 那都是很好的包包 那推薦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謝謝